他没有大脑,智商却高达126 无头人是真的存在吗 我们常常用脑子进水来形容一个人蠢 但这个人脑子进水却成为了天才 认真看完本期视频将颠覆你的三观 1980年,英国南约克郡的谢菲尔大学 一个学生觉得自己的头莫名变大了 便去校医院拍片检查 大学生将头部CT交给医生时问道 我的脑袋有什么问题吗 医生看了看片子回答道 你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你没有大脑 医生约翰·罗伯是谢菲尔德大学的医学教授 也是一位有名的神经学家 他仔细确认大学生的头部CT图像 看到本该是大脑的位置空空流液 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水样的脑机液 不光是脑子进水,直接就是没有脑子 正常人的脑组织厚度一般为4.5厘米 这个大学生却只有薄薄的一毫米厚 覆盖在脊髓顶端 按照理论 他根本就不应该活着 医学上确实存在一种叫无脑畸形的疾病 但通常为牺牲幼儿 而且大多数在出生时极为死胎 极少数能够存活几天的时间 但罗伯教授面前的年轻人不仅能够跑能跳 各项生理指标都正常 而且还有超出常人的智商 IQ达到了126 拿到了谢菲尔德大学数学一等荣誉学位 这是大学颁发学位的最高成绩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霸能够达到 这位没有脑子的大学生 称之为天才也不为过吧 罗伯教授呢 把这个案例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随后寻找类似的患者 证明无脑现象并非孤立 在他的研究对象中 有一半人大脑超过95%的区域 都是脑基业 但智商仍然超过了100 一位作者将罗伯教授的一系列成果 发表在了权威期刊《科学》上 报道标题为 我们真的需要大脑吗 此文一出 学界是一片哗然 曾经学家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在胡言乱语 难道罗伯教授是在撒谎吗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如果没有了大脑 你还能做哪些事情呢 你知道吗 人死亡的重要认定标准 为脑死亡 心跳呼吸血压都可以通过机器来维持 但是脑死亡没有任何救活的方法 可谁也不会想到 没有脑子 居然还能做这么多事 阿尔兰的无头骑士 罗马的无头一族 还有《山海经》里面记载的战神行天 都是无头人 而我国道家也有修炼到一定程度 上丹田会夜化的说法 没有大脑或者没有头的生物 似乎只存在于世界的各国神话中 但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实力的 1945年美国科罗拉多州 一个名叫罗迪的农夫 请赵母娘吃饭 在鸡卷里面把一只小鸡的鸡头长了下来 准备做一个烤鸡膊 但没过多久 小鸡居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罗迪杀得是连狐神迹 留下了小鸡的性命 并给他取名为迈克 迈克在这些习惯没有头以后 过上了接近正常的生活 他可以走过高高的鸡笼不掉下来 甚至从猴头发出微弱的提叫声 主人罗迪用低眼药水的小瓶子为他留食 就这样迈克居然还长胖了 被斩首时重两斤半 后来居然长到了快八斤 很多人都怀疑 农夫罗迪是哗众取宠 罗迪呢 便带着迈克前往盐湖城的犹他大学 证实这确实是一只无头的活鸡 自此之后 迈克名声大噪来参观的人是络绎不绝 罗迪还说 一人二十五美分的门票 每个月能赚四千五万美金 斩首后存活了十八个月 迈克最终因为浇花道堵塞 与世长辞 科学家们通过解剖研究解释到 虽然迈克大部分头部缺失 但脑干相对完整的留存了下来 脑干正是控制大多数反射行为的部位 严格来说 迈克不算没有脑子 就如同蟑螂 即使被斩去了头部 身体内的众多神经节 依然能够让他的身体存活数周 实际学家们认为 迈克的存在 无法证实无脑人的合理性 但接下来的这一个人 再次掀起了无脑的热潮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说 这个人活了四十年才知道 自己没有大脑 2007年7月 英国医学杂志 柳越刀相发表了一篇报道 再次提醒人们 无脑人的存在 法国一名四十四岁的男子 觉得自己的左脚有点发麻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在确认他的 核磁共振图像时 被吓得是瞠目结舌 图像显示 他的脑组织受到脑肌液的挤压 被压得只有正常人的 十分之一大小 与英国的无脑天才一样 他的身体机能正常 精神也没有什么障碍 甚至育有两个孩子 也是一名合格的公务员 尽管智商只有75 与正常人80到100的范围 有些距离 但远远称不像是智力缺陷 他在六个月大时 曾经患有严重的脑肌水症 这也许能够判定 他的脑部与常人不同 但依旧没有人能解释 无脑人为什么能够正常的生活 甚至是智力超群 一些神经学家提出了假说 认为人的心肝肠的器官 也存在记忆细胞 可以实现储存记忆 以及部分小脑的功能 所以会有移植他人器官 获取他人记忆的例子 2000年国内有一位信仰的老人 接受了一位26岁年轻人 心脏的捐赠 在移植之后 性情大变 内向木讷的老人 忽然变得活泼开朗 甚至三个月内完成了一本 个人诗集和一本自传 但又有科学家提出 出现这种症状的患者 在所有器官移植手术的案例当中 只有10% 并不具代表性 关于无脑人有一种说法相对合理 我们的大脑中央是灰质 外层是白质 灰质是实现大脑功能最核心的部分 无脑人们之所以能够和正常人一样 是因为他的脑灰质还存在 只是因为被压缩挤在了颅骨附近 而脑白质全部变成了液 他的脑脊髓液 那却是否意味着我们大脑90%的白质 是不需要的呢 这也颠覆了我们现有的常识 大脑如同宇宙一般 仍然有太多的奥秘 等待你我一起去发现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